Rani forever Rani forever 难道我真的不适合变模式 别放弃 努力才是最有秘书 你们好呀 哎 怎么是你啊 我是专程来接你们的 你要到我们去哪了 等我看着地图啊 小可惜了 哎 那不是有导航吗 哦 也是 开启美好奇幻旅程 出发 下一站 出发吧 奔跑吧 昨晚回到周深的母校 贵阳六中进行录制 周深给六中的同学们 分享了参加好声音的经历 也说了对家乡的喜爱 更是鼓励同学们 永远不要怀疑自己 从现在出发 周深永远正能量地 传递激励着别人 母校的骄傲呀 今天的世界更美好 一束光花桥 青山月心跳 期待让爱比永远更骄傲 相信爱爱 静心拥有爱好 大家好 录制结束 周深特意下车 跑出来校门口挥手致谢 太温暖了 周深通过挥手和鞠躬的方式 表达对粉丝的感谢 生命一直等候周深 而周深的心里也一直挂念着粉丝 这份感情不是单向奔赴 而是双向付出 周深记得粉丝与他一起度过的时光 他不会忘掉那些美好的回忆 无论周深站上多大的舞台 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 这就是很多粉丝喜欢周深最核心的原因 周深记2022年独霸电视剧颁奖盛典之后 2023年开年就把矛头指向了 国内最权威的电影颁奖晚会 中国电影大数据盛典 然后也特别开心能够以歌手的一个身份 站在这样一个电影的盛会上 怪不得引来了众多实力演员的不满 周深 你怎么也来了 你在你的歌堂好好唱的天类之声不行吗 你来跟我们演员抢什么饭吧 言归正传 音乐对于一部电影的重要性 无需多言 一部好的BGM 能把一部电影瞬间带上一个新的台阶 很明显周深做到了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 周深那些仅仅靠着音乐 把电影带入了一个新高度的神级演绎 你绝对不会想到 声与影的结合竟会如此完美 说起周深 大家想到的肯定首先是大鱼 周深正是凭借着词曲 在华语乐坛杀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更是有众多粉丝表示 正是因为周深的大鱼 才去看的电影《大鱼海棠》 好听的声音是没有国界的 日本动漫电影大师 《新海城》 亲自邀约周深 为其新作《伶牙之旅》 现场同名主题曲 阳光充满活力的周深 为青春爱情剧《我们的样子》 像极了爱情演唱的主题曲 开口就把人送回了青涩校园时代 紧张剧错的样子 喝了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 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 开心手无足道的样子 你阳光轻松的样子 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偶尔少足无错的样子 整天没心没肥的样子 在科幻电影里 周深易改空灵细腻的演唱风格 用激进爆发式的歌喉 把流浪地球二中 地球威王的呐喊 展现得淋漓尽致 2021年周深受张艺谋之邀 现唱了现象级敌特大剧 悬崖之上同名主题曲 当周深路演一开嗓 直接把现场观众 带到了那个冰雪纷飞的漫长冬夜 我第一遍听 我就一下子觉得太好了 难忘记冬夜 漫长的北方 有鬼心上人 滚烫了他心房 喝在你离开的村庄 静静地守在路上 看见明天的人吗 贪拒的模样 从当初刚开始参加选秀节目时 那个站在台上就动不了的男生 到如今镜头前收放自如的男歌手 从因为拥有与众不同的嗓音 就隐藏自己 到现在大方说出 我不害怕标签 周深以一种韧性 为自己撑开更多空间 成为当下人们在音乐上的 一个最大公约数 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中 满足着最大多数听众的需求 证明了他是从偏远小山村 走到春晚大舞台 从抚慰人心的智语之声 到大气蓬勃的时代之声 是被认证的顶流歌手 是有着强大的专业背景 是代表着光和希望的时代之声 今天的世界更美好 一树光花桥 青山月星角 期待让爱比永远更久 相信我们紧紧拥抱 大家好 这一个世界 从来就好 天空多晴朗 像婴儿在笑 生生相伴 为这天 我们是十分之后 让爱比永远更来